各位你们好,我是阿蘇,Johnny蘇 今天会开箱一个无底手柄测试一下 就是图中现在看到这个了 当然是要冲杯咖啡来测试 我现在先称咖啡豆 煮完之后,当然是要磨豆 磨好的粉就放到新的平底手柄里面 因为它的底是平的 所以煮粉和压粉的时候 我可以放在桌上 然后就轮到摧取咖啡液 看上去的流速都不错 对取的时间也是刚刚好 接下来当然是打杯奶泡 先把奶泡倒入一个大奶花缸 然后就简单拉一个花出来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了 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用平底手柄呢?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 和评论 我会用不同的角度 带你去看这个世界